一到冬天我就爱做一锅炖 今天买了一条鱼和蔬菜炖在一起 真是太下饭了 比饭店吃的烤鱼还过瘾 20块钱买了一条草鱼 从中间给它劈开 再切成三段 这样的大块更方便操作 锅里面都能放得开 把鱼煎到两面金黄 这样的鱼肉特别好吃 比直接炖的还要入味 砂锅里铺上洋葱 再来点金针菇 豆芽和鸭血一定不能少 这些炖出来可入味了 再把鱼摆到上面就行了 还是那个煎鱼的锅 加上葱蒜给它炒香 加上一包这个香辣烤鱼的料 这个料特别足 而且味道特别正宗 如果你买的鱼小就用半包就够了 把料炒香 然后加上清水给它烧开 然后全部倒进砂锅里面 水不够的话可以再添上一点 大火煮开 煮开后就加上葱花 花生米还有白芝麻 浇上点热的辣椒油 冬天太适合吃这样一锅 热气腾腾香辣锅里的烤鱼了 这一锅有鱼有菜 喜欢吃烤鱼毛血旺水煮鱼的姐妹 一定要试试这种做法 配米饭真是太下饭了 吃完浑身都暖和 这个料包辣的不辣的都有 喜欢你也试试吧 拜拜